胖虎和小夫对大熊有感情吗? 这集会告诉你哦 扫地拖地喜香香 一看大熊破电话的收拾房间 蓝胖子用脚鼠也知道这是静香要来了 答对了 大熊要跟静香玩到晚上或者明早 光是想想都小脸燥热 这时静香来了 大熊赶忙出门迎接 蓝胖子也很有眼力见的不当电灯泡 可静香来到门口 一个回眸 美女看帅哥对上眼了 完了完了是心动的感觉 小手一牵就给大熊狂撒狗粮 原来这位是静香的青梅猪马 大熊眼睛瞪得像铜铃 目送一堆碧人终成眷属 承受了这个年纪 本就应该承受的分手之痛 可蓝胖子只顾着吃 因为人家一个星期都没吃了呢 这美味 比爱情的酸臭味可强多了 原来蓝胖子是用了九尾手提箱 只要有了它就似小别圣心欢 大熊拿起手提箱 蓝胖子瞬间扑闪着大眼睛 我的熊熊 这一周你去了哪里啊 手提箱掉落 蓝胖子才恢复正常 这不就是大熊此刻最需要的吗 效果相当强悍 来到媳妇家摸进院子里 看到两人正聊得火热 眼看两人聊到了谈婚论嫁 大熊直接原地去世 敲打窗户 再换来了媳妇一句 一星期没见甚是想念 可家里的青梅猪马是四年未见 不比不知道 一比就完败 要想生活过得去 头上必须有点绿 蓝胖子给出了对策 让大熊适当调向年份 老妈刚想变女帝 就看到总是一年的大儿子回来了 大熊继续加大剂量 两年时间 儿子你去了哪里呀 大熊一口气加到了五年 这下老妈激动过头 直接不省人事 拿着五年的手提箱路过空地 虎夫二人觉得死人面熟 是那个大熊 虽然平时经常把大熊当狗打 可打了十多年 毕竟也打出了感情 两人真情流露 感动了大熊 一激动扔掉了手提箱 瞬间变回了路人 拿起手提箱 又变回人气选手 一桌子的美食 是对错过的那五年的补偿 胖虎好心 帮大熊拿手提箱 却拿出了何能来袭 那个消失了五年的 万恩负义丧心病狂 六心不认 天理不容的胖虎回来了 一出手就打出了五年量的伤害 大熊拿回手提箱 小夫瞬间满血复活 大熊熬的一嗓子玩命桃 可虎夫二人阴魂不散 一个爱的抱抱 手提箱再次掉落 虎夫二人才终于恢复正常 这下终于可以去找媳妇 那是轰轰烈烈的爱情了 可大熊倒了八倍的雪梅 又遇到了老师 老师一个回手掏 就拿出了保存了五年的零分试卷 大熊着急去找媳妇 可五年未见 老师想给大熊补补课 大熊一个手滑 甩废了手提箱 这在逃过老师这一劫 可手提箱也丢了 蓝胖子玩命找大熊 在警局门口发现了手提箱 一个飞铺 虽然成功拿回 却被当成了五年前的通缉犯 大熊无能狂怒的原地蹦迪 蓝胖子却送来了希望 来到媳妇家 半路又杀出个成咬金 这位大神可让镜像又惊又喜 毕竟六年没见到爷爷了 六年大熊又败了 为了可以一招制胜 大熊疯狂上调年份 霸气地打开门 就要开始说情话 可镜像一脸蒙圈 这人谁呀 大熊当场碎了一地 毕竟设置身二十年前 那时候还在小磕头找妈妈呢 那么小伙伴们一半都会多久不见 才会觉得甚至想念呢 不要走开 下集更精彩 这是一个平平无奇的耳机 却可以让佩戴之人 将所有听到的话都变成笑话 这本是一件忘掉不开心的快乐神器 却被做死的大熊完成了要命摩奇 最近大熊的手机被献好 刷不了入目动漫的他感觉生活毫无乐趣 为了让他重新变回快乐肥宅 小多拉便送给了他这款神奇的耳机 大熊刚把耳机塞进耳朵 就指着小多拉开启了爆笑时刻 无论多么无聊的话 都能让他爆笑不止 本以为这将是快乐的一天 出门前 老妈让他在公开课上好好表现 一句话就让大熊爆笑破防 老妈和平地表示这不是玩笑 可大熊笑得还真就像个玩笑 坐在地上就要跟老妈再唠两块钱的 结果喜提了中年妇女的铁拳 大熊在上学的路上 偶遇了哭泣的胖妹 作为暖男 他想安慰 可在得知胖妹的鲸鱼挂掉后 大熊就是一个爆笑 如此冷血的渣男操作 直接气到胖妹爆哭 大熊本想摘下耳机解释 却脑壳一阵 因为耳机拔不出来了 好巧不巧 胖虎还在此时玩摔倒 正常人看了都会笑 更不要说带了爆笑增益buff大熊了 于是胖虎人狠话不多 直接变身一拳超人 就是一套痛不生育的连招 大熊来到学校时 血条只剩下半条命 而教室后方还站满了来参加公开课的家长 就在大熊预感到耳机 可能要了自己剩下的半条命时 老妈走进了教室 而老师的一句同学们好 就让憋笑的大熊险些憋出了圣洁时 而接下来的点名 简直是把他放在了处刑架上 大熊本以为自己还能憋 可点到胖虎时 他直接破防笑出了声 大熊尽力坐着表情管理 眼看就要憋到爆炸 老师点到了自己的名字 这下大熊彻底放飞自我 直接得到了全班同学和家长的眼神杀 毕竟是公开课 老师也不能公开处刑 这下大熊更嗨了 老师没讲一句 都是在大熊的笑点上疯狂蹦迪 老师以为学渣做妖 必定是提前做了玉玺 于是主动邀请他上前来解皮 而大熊也捂着嘴前去应战 可惜他边血边笑的逗逼属性 彻底引爆了两位重量级选手的怒点 回到家的大熊丧到了极致 只希望赶快跟这个变态中的变态耳机说拜拜 听说大熊跟耳机彻底锁死 小多拉二话不说就重拳出击 大熊顿时慌了 这耳机真是光坑自己一家人吗 于是两人一脚地板牛 来到街上寻找静香 与此同时 静香来到了一处竞选议员的演讲者处 二话不说就开启爆笑模式 议员顿时慌了 他也是万万没想到 如此严肃的未来规划 竟然还能让自己成为喜剧人 找不到静香的大熊去跟丈母娘打听 得知静香去看了现场表演 关键还是贝多芬的古典音乐会 两人顿时整个人都骂了 要知道如此庄严的演奏会 如果静香笑场 那必定原地射死 所以两人一定要阻止悲剧的发生 可两人来到车站前找了个底朝天 也没发现适合演奏古典乐的高端会场 于是二话不说找到阿瑟询问 还别说 真就问队员了 阿瑟把他们领到了一处地下室 虽然感觉不对劲 但两人还是冲了进去 远远就听到了静香的笑声 急得两人一路摸爬滚打就往会场冲 可两人进入后 整个人都懵了 因为这是一场脱口秀 静香的笑声就像对表演者的肯定 让两个初出茅庐的选手获得了信心 相信他们之后的表演之路也会越走越远吧 不要走开 下集更精彩 在不久后 江面是一款喷雾 会让使用之人拥有两条情思 小夫靠着他收获肌肉难挑 静香更是被大熊迷得夜不归宿 这天大熊拎着露目动漫 找到静香想归房相聚 做一些小孩子都喜欢做的事情 其料静香反手就是一个拒绝 毕竟比起深归宅男 他更喜欢高质量潜力补出目三 看着自己成了静香口中的外人 大熊便决定找个清静之地想静静 却不曾想身后冒出一名大汉 抢走漫画 就要替静香 跟大熊做孩子们都爱做的事情 可凶贵组合太吓人 大熊只好哭着回家求助小多拉 可海王此时在外约会 他只好化食欲为动力 可就连铜锣烧也跟他玩御情故作 当着他的面飞进了小多拉的血盆大口中 你以为这是铜锣烧变成神器认了主 其实不然 是因为小多拉对他用了只爱我一人的喷雾 比如大熊这个穷到生锈的存钱罐 只要喷上喷雾 再把他扔到门口 接着就等着看存钱罐成金吧 只见主妇老妈买菜归来 刚想拾起不义之财 存钱罐就一个飘移 鬼刀一开看不见 走位走位 再次回到了大熊手中 既然道具这么给力 大熊便要开启每月一个作私小妙招 他向小多拉借来喷雾 一路火花盖闪电 来到镜香出目三藏身之处 对着镜香就是一发喷射 下一秒 镜香脑子一抽 要跟出目三不再往来的同时 跑向了大熊家的方向 两人一见面 镜香就拉起大熊 猴急的要给他生猴子 于是大熊让他先去自家等自己 待自己收拾完胖虎就搞双胸 所以镜香就来到了大熊家 小多拉怕他一个人空虚寂寞 就想找大熊私藏的漫画一起来欣赏 可镜香却表示不跟宠物玩 与此同时 大熊在公园发现胖虎 风骚走位 给漫画书喷上喷雾 下一秒 舒静踩着牛顿的棺材板 一脚地板油飞了出去 回到了蹲草丛的大熊手中 于是胖虎二话不说 对着草丛就是盲筒 生怕自己漫画还没看 人就先没了 大熊便命令漫画先行回家 还不忘加上一层 只有自己才能看的Buff 另一面 镜香还在苦等大熊 漫画就敲玻璃到家了 小多拉本想让镜香用漫画消遣时间 可书却怎么都翻不开 于是小多拉只好徒手强拆 差点被漫画反杀送走 直到夕阳西下 大熊才想起家中的妹子 可她走路不看跑 撞翻了小夫 喷雾还直接落在了对方手边 听说这又是小多拉的二手道具 小夫露出一个和善的微笑 就学胖虎大白天玩起了打劫 她跑她追 小夫喷向了鸡肉猛男 而猛男膀胱一死 就像拎小鸡似的把小夫拎了起来 要为她打造同款八块鸡肉 重新拿回喷雾后 大熊又溢上了花火山在喷雾 而这悟空是没穿裙子家的病人 看着猴哥一身反骨不想回家 大熊便决定用喷雾助人为论 起料关键时刻 喷雾竟恰格了 于是大熊徒手暴力修理 终于发现是螺丝松动 可惜她那修理技术简直离谱 喷雾竟直接炸平喷了老师一眼 老师刚想硬核开弹 下一秒就把大熊当成了亲儿子 表示以后只当她一个人的专属老师 然后就拉着大熊要给她免费补课 夜深人进食 静香妈打来寻找静香的电话 熊妈才知道大熊归房藏娇 可即便小多拉张着赤人大嘴下了逐克令 静香也不肯离去 毕竟她独守空房这么久 还没跟大熊窝里斗呢 看着静香不停音音音 小多拉只好出门寻找大熊 她首先来到小夫家 就看到小夫被捶成了妙龄男尸 而且身后还有一名凶毛大汉 吓得小多拉一脚地板油直接开溜 至于大熊嘛 还在上着私教课 不做完上千张试卷 就绝不能休息 单向的喜欢是可悲 双向的喜爱是幸福 虽然现实生活中 不可能存在这种恋爱洁净神奇 但陆木还是想告诉大家 真诚才是双向奔赴的必杀器 不要走开 下集更精彩 胖虎明面上 周大熊给胖妹说没 背地里却自己跟大熊搞在了一起 兄妹俩都好大熊这口 真就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大熊难得和蓝胖子六个弯 却总感觉哪里不对 停下脚步看了一圈 觉得可能是有个妹子才跟踪自己 蓝胖子笑得都快散架了 山雾棱天地河 也不会有女人看上你 大熊不服气 拖着蓝胖子躲到墙角 果然从电线杆后面走出来一个人 看清是胖妹后 两人吓得直接一溜烟逃回了家 大熊一想到 胖妹可能是看上了自己 又面如土色 但蓝胖子却认为 就算是胖妹 也不至于这么想不开吧 这时 胖五突然登门造访 上来就跟大熊道喜 还以为他在装傻 差点没一巴掌把大熊拍死 据胖五所说 胖妹是真的喜欢上大熊了 不光是跟踪她 还经常唉声叹息的 就连饭都只吃了五碗 就吃不下了 最关键的是 胖五还在她的抽屉里 找到了大熊的照片 大熊的脸一下子成了猴屁股 胖五想到 腼腆的妹妹 喜欢让这么个不解风情的人 不敢表白 真是悲从中来 因此 胖五希望大熊主动出击 强行把她拖走了 小夫一见到大熊的衰样 就阴阳怪吸起来 直接被胖五狠狠修理了一通 听到大熊 可能会成为胖虎的妹夫 更是一个完整的字 都突不出来了 胖虎给大熊和胖妹 制造了二人世界后 相当自觉地回避了 可大熊实在是没话说 还被嫌弃浪费时间 只能灰溜溜地走了 巧的是刚出门 他就遇到了 去公园写生的镜箱 还主动邀请了他 大熊满口答应 开心地哼着小调 回去拿素写本 没想到半路上被胖五截胡 连忙简直说 是胖妹让他走的 胖五一听就知道 他还是段位太低了 这明显是欲擒故纵啊 看来还是得大熊来表白才行 大熊连忙拒绝 胖五立马怒火中烧 大熊要是伤了胖妹的心 他绝对要把大熊 做到再起不能 为了逼大熊主动表白 胖五要亲自 给大熊做集训 所谓的集训 其实就是要大熊 对着胖五表白 胖五让大熊 把他想象成胖妹 但这两人有啥区别呢 大熊只好随便敷衍了几句 结果话音刚落 就被胖五打翻在地 要他发自内心的表白 而且光是 憋出一句喜欢来还不够 还得做出实际行动 于是乎 刚从身体创伤中 恢复过来的小夫 又遭受了严重的心灵创伤 把他的三观整得稀碎 大熊一回家 就对蓝胖子大哭特哭 明明已经去过未来 看过了自己的老婆是镜香 怎么又来了胖妹这一出呢 蓝胖子怀疑 可能大熊的命运被改变了 大熊一听 眼泪直接变成了高压水箱 蓝胖子看他的可怜样 掏出讨厌章鱼 只要喷上墨汁 就能成为万人闲 事到如今 大熊也只有这一条路了 被墨汁浇了一脸之后 蓝胖子看他的眼神瞬间变了 直接把大熊赶出房间 接着 老妈又直接给大熊扫地出门 连条狗都能对他甩脸子 好不容易到了胖虎家 大熊才知道了真相 原来胖妹对大熊压根没意思 跟踪大熊 只是想参考大熊的蠢样 来画搞笑漫画而已 误会虽然解开了 但大熊却因为道具的效果 白白挨了一顿揍 想来想去 镜香才是真爱 他拿上速写本一路小跑 眼看就要奔向幸福的未来 可大熊万万没想到 讨厌章鱼的无差别攻击 连镜香也不能幸免 都不要他了 大熊的未来又会是什么样呢